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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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位警消員員小心翼翼 將傷者抬出車廂 就怕一不小心造成二次傷害 新北市消防局連廁所都不放過 彎著身體爬到車廂內 扭曲了車體讓人分不清 哪裡是地板 哪裡是車頂 回想事發瞬間 參加同學會的陳先生說 屋頂都透天了 但他跟同學們做的是第六節車廂 還不是受創最嚴重的地方 透過空拍看到最靠近駕駛艙的 就是第八節車廂 因為第一車撞擊力道最強 首當其衝 光是前三車廂 就造成十五死悲劇 消防員也說 搜救時 越往車頭越安靜 就知道狀況很不妙 突如其來的脫軌 所有乘客都暴受驚嚇 有人頭部受傷 只能用手帕緊急按住傷口 東倒西歪 車廂扭曲 專家指出 因為車底行進間脫軌 越靠近駕駛越嚴重 第八節車廂 董敬新船長全家吃喜酒 17人坐上死亡列車 他們主要都是坐第八節車廂 包括夫人還有弟弟 孫子等親友總共八死 如果加上鄰居 則造成九死悲劇 還有兩人在加護病房 其他坐在第三節車廂的董家七人 幸運逃過一劫 你說可以搬動了嗎 可以了 另外 另外 北南國中師生團總共五位師生遇難 包括兩名老師以及三名學生 專家說 行進間發生事故 坐頭車受衝擊最大 但如果是遭遇車輛撞擊 還是以被撞擊的車輛會比較慘 這有黃明俊的家議員 台北綜合報導 請進行